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在台灣的團體 是很棒的 接受台聯邀請維吾爾人權領袖 熱比亞因應期盼的訪台願望 看在立委眼中 卻意外成為獨派團體 逼供蔡英文的最佳利器 應該他去體認到蔡英文總統 希望繼續維持 兩岸之間的一個誠意 否則就類似像這種 邀請熱比亞來 讓他來 也就是說希望我們政府准許 這樣的聲音要求就會甚高 立委話講得直白 隨著當前兩岸關係緊縮 反倒爭強獨派分子 對於蔡總統的施壓力道 回國當年馬政府時期 拒絕熱比亞訪台 從民進黨到蔡英文 一片踏伐聲讓 但如今外交部協僅僅表示 監證申請案尚未收件 謝澤非主管機關 陸委會則是坦言 將會按照主客觀情勢 並持著國家利益來處理 恐怕有高度機會 不予放行 讓蔡主席再度打臉蔡總統 不只小綠大綠矛盾浮現 大綠內部更因為黨團賴群組 討論同事議題的對話內容 遭到立委羅之政意外流出 掀起茶壺裡的風暴 即使本人出面到縣 甚至退出群組 同事卻坦言 已經讓彼此信任全失 甚至質疑恐怕是針對 特定對象而來 我們的信任需要被重建 我們彼此的這個 未來在討論的這個場域 是不是LINE是一個好的場域 我覺得大家現在都會做這樣的一個 根據掌握 立委羅之政流出的LINE截圖 恐怕不止三張的數量 而其中段宜康委員的發言 幾乎美美上半 恐怕在一片祥和之下 黨內醞釀的衛爆彈即將一觸即發 記得五星區黃新城張宇軒 台報道